5种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的室外NG风水 就是你住的那栋大楼 有被其他的建筑物 像是高架桥 从大楼的中间经过 放风水 因为它血流手足 所以很容易聚集一些不好的气 可能就会造成家中的装备 以及晚辈也沟通不了 看房子时有许多Mega需要注意 其中有许多人会看风水 RV生活日志 这次要带大家注意5个室外风水 无尾像 反光煞 地刀煞 这些是什么 快避开 免热一生病 希望我们可以再用 简单易懂的方式 去分享更多的风水知识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帮大家加码 就是我们帮大家证明出的 5种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的室外NG风水 那就希望说 大家可以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避开一些 可能会影响你运势 影响你身体健康的一些因素 不过跟上次讲的一样 就是希望大家 对于风水这件事情呢 还是就是参考参考就好 千万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甚至是金钱在这些事情上面哦 好啦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吧 那第一个要提到的 室外NG风水呢 就是所谓的 蓝腰煞 那所谓的蓝腰煞 就是你住的那栋大楼 有被其他的建筑屋 像是高架桥 从大楼的中间经过 那从视觉上看起来呢 其实就像是有一把剑 刺穿了你的大楼 那这种呢 就是很典型的蓝腰煞 说真的啦 这种建案呢 其实现在非常常见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建案 或很多建商 它会主打说 它这个房子是交通便利 那所谓交通便利呢 就代表说你家的旁边 可能就是高速公路 或者是高架道路 甚至是捷运捷轨等等的 因为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从你家出门之后 只要短短几分钟 就能够直上交通要道嘛 不过呢 从风水上的角度来看呢 这种风水可能会造成 住在里面的人 不管在财运上 或感情运上 其实都会有 不太顺利的一个情况 那虽然有一些 风水老师有建议说 可以在阳台 或在窗边 把一些特定的植物 来化解这种煞气 但是呢 我们从现实生活面来看好了 其实如果你家里 高架桥或捷运铁轨很近 那其实 你上下班 交通接风时刻的 那个车流量呢 其实那个噪音 一定也非常非常可怕 那就算好啦 你就是装了很顶级 很高级的气密床 去阻挡这些噪音 但其实呢 你也因为这样子呢 你必须要365天 每一天都不能把窗户打开 那其实你室内跟室外的空气 就没有办法做 很好的一个交换 久而久之呢 室内不通风 可能就会造成你的心情 越来越郁闷啊 所以是不是要透过这样子的风水 去交换所谓的便利性 那这点就先人见识咯 那其实蓝腰煞呢 还有一种 进阶的版本叫做反攻煞 这种指的是建筑物 它是坐落在弯形道路 或是弯形的桥梁的外侧 那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张图 如果我们站在旁边看呢 其实看起来就像是 车子要往你家直接冲进去的感觉 那让住家呢 其实就会时时刻刻 倍感威胁啊 所以从风水上来讲 其实就容易造成 住在里面的人呢 心神不宁 投资不顺 甚至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那如果我们从科学角度来看呢 你该在这种弯形道路的外侧呢 那其实也比一般房子呢 更容易遭遇到恒火 因为如果有一些人 他车速过快 转弯煞车不急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不小心 冲进你的房子里面去了 就算不是这样不可怕的情况呢 其实夜间车辆行驶 不断经过的大灯呢 也会一直照进屋内 那使得住在里面的人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获得一个 良好的休息 那长久下来 你的身心可能就会感到 非常的疲倦 那现在马路三宝这么多 刚提到可能有人 开车过快 转弯煞车不急 而就直接撞进你家 那接下来的这种呢 其实就更有可能 让马路三宝那三不五十 就直接长驱直入进到你家去啊 那这种NG的室外风水呢 就是所谓的 而且路冲呢 据说是被各个风水大师 点名最忌讳的一种室外风水 那所谓的路冲呢 就是指马路 正对你家大门 社区大门 或是地下停车场入口 那这种通常都会发生在 所谓的T字形入口 那根据风水专家所说呢 所谓路冲的房子呢 它的气流其实是相对不稳定的 但是我们住家呢 其实就最需要一种安定的环境 所以今天如果你住在路冲的房子里面 你可能就是造成你心神不宁 然后健康上出了一些问题 那也会让你很容易 有一种焦躁的情绪产生 进而导致你可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 好好去思考很多事情 那久而久之呢 你可能就会开始个性变得急躁 然后容易钻牛角尖 那就开始会跟人家洗很多口角啊 一些甚至有一些大打出手的情况 都有可能哦 那种种的原因加起来呢 可能就会造成你 不管在家庭事业 或是你的仕途上面 都会受到阻碍 当然啦 这里也有可能有破财的现象 而且我们从现实面来看啦 就是如果你家真的住在这种路冲的位置呢 其实你真的就像刚刚讲的 你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防 有没有可能有三宝直接冲住你家的 那其实这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过也有人说啦 其实虽然路冲不适合一般的住家 但这种房子呢 这种风水它却相当适合来做开店 做生意使用 甚至呢 有人说它是开店的一个非常好的风水 那就不晓得有没有人家的店 是开在这种路冲的位置 那究竟是不是生意很好呢 那很想知道 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好不好 好 第三个风水呢 就是所谓的 无畏巷 那其实无畏巷 你从字面上来看 你也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所谓的无畏巷呢 就是这个巷子 只有一个出口可以进出 那或者是大家俗称叫做巷 那我们研究了一下 其实发现无畏巷 有又分好几种形态啦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细节呢 其实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看更专业的民俗专家做解释 不过简单来说呢 这种风水 因为它气流受阻 所以很容易聚集一些不好的气 那这类不好的气呢 可能就会造成家中的长辈 以及晚辈沟通不良 那长期下来 当然就会造成家中不和睦嘛 那甚至呢 有可能造成居住者呢 可能会有一些官司 以及血光之灾 那也有人说 如果住在无畏巷呢 你可能就会造成 你的工作不顺利啦 然后你的试验 你的仕途受到阻碍等等 所以怎么样听 它都是一个不太好的风水啊 而且我们先不讲风水好坏啦 其实住在无畏巷呢 就在安全上 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因为今天如果说 假设这个巷子 它发生了火灾 那不但消防队 消防车很难进来救援之外 你的逃生路线呢 其实都很有可能受到阻碍 所以如果真的非不得已 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不管是在买房子 还是租房子的时候 尽可能都比开 这样无畏巷的房子 会比较好哦 那再来要提的是 反光煞 从古代来讲啦 所谓的反光煞 它经常会发生在河边 因为河边的水呢 其实就会 把阳光不断的照射 进到家里当中 使得你天花板上面 就会不断出现 摇晃的树影 或是倒影等等 那虽然用想象的 感觉好像 有点浪漫 不过长期来讲呢 这样的不断摇晃 飘忽不定的一个光影呢 可能就会造成 住在里面的人 有一些 心神不宁的情况发生 不过就现在来讲呢 其实反光煞 更容易出现在 所谓市区的房子 尤其像台湾啦 台湾其实很多地方 都是住商混合 那大家又喜欢 住在都市里面 那再加上现在很多大楼呢 其实都喜欢用玻璃为幕 让整栋建筑物 看起来更具有现代感 或者是有些大楼 它的外观会架设 就是不断闪烁的霓虹灯 那如果刚好 你住的地方 是正对这样的大楼对面呢 那你家呢 其实就完完全全 中了这样子的风水煞 那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讲呢 这样子的反光煞呢 其实很容易 把你家的气场给打乱 那当然啦 就会使你的心情 更容易心浮气躁 连带呢 可能你跟你家中的成员 就容易有一些争吵啊 甚至是互相打架的情况出现 那这样子浮躁的心情呢 当然也很容易影响到 你在工作上的一个表现 那久而久之呢 可能就造成你的事业不顺 那如果我们从科学角度来讲呢 如果你家对面呢 白天有这种玻璃帷幕的反光 那晚上可能也不断闪烁的霓虹灯光呢 其实 不管怎么样 都非常的恼人 那很容易造成你就是 白天睡不好 晚上也睡不着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长期来讲 当然会对你的身体 或对你的心情 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老实说啦 这种风水 其实相对前面几种来讲 其实它相对好处理 你只要在光线照射进来的地方呢 去放几盆植物 尽可能阻挡这些光线直接射入 或者是你干脆选一些 你知道 是会光线比较好的门帘 或者是一些屏风等等 直接去阻绝这个光源 就是让这些光线呢 不要一直影响到你的生活 那其实这样子就OK了 那最后一种 闭刀煞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它是现代住宅当中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难去防范 或是难以避免的一种风水煞 那闭刀煞呢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你再看出去 看着见对面公寓 或对面大楼的两面墙 它刚好成90度直角 就是有一种要切开你家的感觉的话 它其实就算是一种闭刀煞 但现代呢 都市房子盖的其实都满满的 而且呢 很多大楼的洞聚 其实也都相当的接近 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都市规划呢 其实每个大楼 真的很有可能就互相切来切去 那先讲这种风水呢 它所带来的影响呢 其实最严重的就是会造成 居住者 他身体健康上的一些问题 那轻则呢 可能就会你腰痠背痛啊 那重则呢 你可能就会生一场大病 而且是通常都是那种 需要开刀的大病 是不是听起来超恐怖的 不过呢 要画上其实它有它的方法 那有些老师就有提到说 你可以在这种正对煞的地方 把一些开运小物 或是干脆你可以在 就是你对到煞的地方 放一些像镜子 或是一些反射性的物品 直接把这个煞气反弹回去 那这样子呢 就尽可能可以避开 这种煞气带来的影响哦 好啦 那今天分享差不多就到这边 那其实今天算是 额外加码的一集啦 谢谢大家对于前两集 就是室内格局风水的一个喜欢 那我其实很好奇 大家对于所谓的风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跟什么样的态度 你是抱持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 还是你就是认定 人定胜天 觉得风水都是所谓无稽之谈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都欢迎 可以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 就在留言区 让我看到你吧 那如果觉得 今天这集有用的朋友呢 请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也别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RB生活日志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六点 都会省时上新的影片 那RB生活日志我们就下次见啦 Cheers